大家好,欢迎回到是我高男女高提的频道 今天这一集呢依然是我们的新家装修系列 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目前装修半年以来 我最满意的几个地方和彩雷的地方 非常感谢我的粉丝们从我们拍卖到房子到装修 到一直住进这个家都一直有follow我们的视频 一点看我们慢慢改造我们的家 我觉得我个人最买硬装装修部分应该是属于厨房吧 首先就是厨房那个中导台下面的木条已经超级喜欢 所以它价格不便宜 所有的木条材料费总共是一线420 换完木条之后呢我会觉得让整个厨房坏然一新 因为我们厨房改造的部分就是只有洗手吃 然后木条然后更换的柜门上面的柜子的部分 但是贴上那个木条会让感觉我仿佛是把整个厨房都大改造 这也是一种比较神成本的改造方法 中导台是没有更换上面的那个bench top的 只是把上面的洗手吃从银色换成了磨砂质感的黑色 别人来你家第一眼会发现有变化的地方 玉磨砂黑它会不会很厉害 其实我觉得还好就是你真的一定要每次用完 就顺手用布擦擦的话就不会有任何的水印或者是油漬 水龙头的部分我们也是换成的那种抽拉式的 我觉得非常棒 那我们更换柜门的部分只更新了上面 下面的话还是保留它原本的灰色 因为预算不关于我们的柜门是长了定制化的 总共11面柜门我们的花费是两斤420 我觉得它确实很贵 但是它真的可以打造出一个非常乏式和优雅的感觉 柜门上面的麻省我是在IKEA买的10块钱一对 因为我们是客制化 所以我们就特意定制了那种有一点凹陷进去的形状 然后有做烤漆在外面 虽然有人会说大可无弊 因为原本的柜门其实也挺好的 定妆就是这样的 你稍微有一点点细节上面的差异呢 你整体看上去就会焕然一新 然后在换完新的柜门之后 你在使用的时候你的心情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硬妆给人的感觉就是让你在体验度上有一个质的生活 其实主要是因为我本人会有一点点小洁癖 然后会有点强迫症 比如说看到旧的东西有破的话 我会觉得心里很难受 但是你换完新的东西 整体看上去非常的光滑 舒适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心里极度舒适 厨房还有一个原因我很喜欢 是因为我们把妆到台上面的灯也坏了 我是在Timberwebster上面买的也很便宜 就是换成是那种有点吊灯的感觉 那整体看上去就会比较像现代房子的装修风格 其实在澳洲买二手房呢 不是因为说它特别旧 只是因为以前的装修已经有一点落实了 你看上去就会给人一种光线不好 或者是格局不好的感觉 第二个我最买的地方 是我们家的智能门锁 真的超级无敌方面 尤其是像那种出门特别容易忘带钥匙 一定要安装 你就是可以实现 双手提的东西靠人脸识别 你也可以进家门的感觉 我们是在宾利买的菲利浦 那个是780 其实大家可以趁澳洲黑屋的时候打折去买 我买了这个智能门锁是四合一功能的 纹识别人脸识别密码 然后还有钥匙 它是纯黑色的颜值也很高 我们家的门没有更换 就是它还是用原本的白色 搭配这个黑色智能门锁呢 我个人感觉有一点点的突兀 因为它更适合搭配在一个比较霧色的大气的门上面 它人脸识别功能呢 有时候会不work 比如说你今天戴眼睛 或者今天没化妆 它可能会识别错误 但是指纹接受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个人觉得花700块钱买一个方便 真的非常非常值得 每天出门就不用再去纠结了没有带钥匙了 那万一真的没有什么没电啊怎么办 但是因为你有车库的钥匙嘛 所以不会说你进不了家门 还是有双重保障的 第三个我很满意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做了这个全屋更换木地板的决定 我个人是绝对不喜欢瓷砖或者是地台 因为瓷砖看上去就是特别冰凉 我知道现在有一些豪宅的话 会学到那种比起比较大的那种很大气的瓷砖 但是因为我们家是属于比较旧 然后温馨 复古一点的房子 比较适合我们家风格的话 还是换全屋木地板 这个木地板的颜色我觉得我就是这些选的最standard的 叫做Natural Oil 整个色系非常的温暖不冷不热 就像我们家这些原木缝的家具的话呢 就会让整体的视觉上面变得 能够很亮堂然后很温暖的 但是其实木地板这边呢我们也要吐槽一点 就是因为当时装修真的太着急了 而且因为你处于每天在高压的状态下做印装的时候 你有时候是没有办法独立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所以其实在铺木地板的时候呢 师傅当时有问我们是不是要把瓷砖撬掉之后再铺木地板 因为你在地毯的部分已经撬掉了 然后如果你瓷砖的部分不撬掉 直接铺木地板的话你就会有一个落差感 就会没有办法实现全无通铺木地板的感觉 当时我们就毅然毅然的说 一般先直接铺就好了 主要是我当时没有概念说这个落差会有这么大 不太了解这一行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小事情 但是做这一行的人一进来就会开始吐槽 为什么你们家不是通铺木地板 会清洁会不会麻烦呢我觉得还好 不管你是用扫地机器人还是吸尘器的话 它其实那个坎没有到高的很离谱 所以是可以正常清洁的 只是美观上会有一点点丑 那我们木地板的花费全无是不到一万 然后我们的面积大概是160平 第四个我很喜欢的买的家具 就是我的沙发边桌 沙发边桌的利用率真的超级无敌高 有时像我们最近不是把电视机卖了 因为要等黑五去买新的电视机 然后我就只能是用那个沙发边桌放着iPad 然后在沙发上面看电视 而且因为有时候我会在上面用电脑剪视频 或者是做一些工作的事情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方便 我也是选了匹配我们家圆木色的风格 然后板面是圆木色的 我们的桌角是白色的 所以放在我们的客厅沙发上也是非常的搭配 它也有升降的功能 但是一般我不会用的一个升降的功能 我就是调配到最适合坐在沙发 看电脑的那个位置 那个高度 然后就是可以处于一个非常chill 非常舒服的状态在沙发上面 工作或是看去 而且它也可以放在你的床铺旁边 如果你的那个床架底下是空的话 你就可以把沙发边桌塞到床底下 你就可以躺在床上看电视又电脑 因为我就感觉每天 如果一直坐着长期看电脑的话 真的会腰上背痛 升降桌也是我觉得 每家必备要买的家具之一 我们到时候会把一个房间 打造成我们专属的office 所以就买了这种升降功能的升降桌 两个我都是在Flexi Sport买的 升降桌是549澳币 菜面桌是149澳币 因为如果是它的桌子可以调节高度 你有时候可以站起来开电脑的话 你就会感觉你怎么任何要放松 然后可以运动 而且你的灵感就会大爆发 是可以随时调节高度上 从7020米到120米 然后可以有四组的记忆 就是你每次设定好之后 你按那个按钮 它就会自动调节到你想要的高度 每次做久了 累了你就可以站起来运动一下 然后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它还可以有充电的功能 我觉得如果你要买 一定要买充电的功能 非常非常造福人类的功能 它是有USB和Type-C的充电孔 你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的充电 这个的话是有一个 缩纳的空间 你可以把你的本子啊 笔啊放在里面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蛮有强迫症的人 我需要保持我的台面非常整齐干净 这样我工作效率才会比较高 它整体的设计是非常简约大齐的 然后有三个颜色可以选 白色、木色和黑色 其实我之前是想选原木色 但是它们真的卖太普遍的极端货 所以我最后就是选了玻璃面的 那玻璃面其实也很不错 它会让你整个桌面看起来非常干净整洁 我觉得这身上桌真的是 窝缝红自媒体人的必备家具之一 第五个我最满意的地方就是我们家安装的摄像头 我是在宾利买的EFI这个牌子的摄像头 四个摄像头总共是1279 我买的是4K高清版的 它的功能是可以随时detect到移动的物体 可以录制声音 而且你还可以通过手机APP 通过摄像头去跟对方讲话 我觉得摄像头非常有必要 有些是像住House的 你只要在手机上download一个APP 就可以随时检测到提醒你 也适合有人在你家门口 或是在你家后院 像之前有人送包裹过来 我就手机就会收到通知 然后我就看到 原来是有人送东西来的 你也不用担心你的包裹会不见 这个摄像头有时候也会让你医生 比如说通过陌生的从你的门口经过 然后对着你的冷冻张希望的话 你就不知道它到底想要干嘛 第六个我最满意的是我们家的电视机 没错 我趁着黑五打折 立马去JB Hi-Fi购买了电视机 我们买的是77寸LGOLED C4 4K的 原价5999澳币 黑五打折的时候呢 是4500买下的 包含了电视机 上墙支架和环绕音的影响 选择OLED是因为可以看电视的时候 眼睛不会酸色比较护眼 其实77寸大屏幕是真的好 电视机本身超级超级薄 颜色很鲜明亮度也很亮 很建议大家在看Netflix的时候呢 可以upgrade成4K的片源 才能真正体会到它的高清 我们打算把它上墙 然后将电线隐藏起来 上墙后玩Switch和PS 应该会很爽吧 第七个我很满意的地方是我们小厕所的改造 那我们的小厕所之前呢 真的是给人一种非常阴暗 看上去像监狱的地方 因为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一个很旧很破的马桶 现在我们更新了一个洗手室在旁边 马桶判成了透透的智能马桶 并且在马桶的后面 洗手室的后面都贴上了那种磁砖 整体看上去就亮堂很多 而且我们还把灯换了 智能马桶这个点是我们一下要吐槽的地方 但是排除偷偷吃的马桶一之外呢 其他东西都非常的好 以前的设计可能很神奇 他们会把洗手吃是回到另外一个地方洗手 不会在那个小区里洗手 我觉得这点有点习惯 所以我们还是在厕所那边按了一个洗手池 按上去之后呢 就会让整体看下去会丰富很多 不会那么的凄凉和简陋 然后因为我们换了智能马桶嘛 所以其实每次客人只要使用我们那个厕所第一句 一定都会惊叹说 哇你们家也太厉害了吧 整个小厕所更新完之后呢 我们看上去不仅美瓜而且会干净很多 我们家每次到下午的话 阳光是会从那边照过来的 然后我就看到我的小厕所 布满阳光的那一瞬间 我觉得天哪我好想待在里面上厕所 第八个我满意的地方 应该就是我们的鲑鱼的洗手池 Basing 因为以前的装修真的就是用那种特别丑 特别老式的洗手台 而且它的整个柜子是连着地上的 很容易发霉然后坏掉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也是 其实换了匹配我们家远路风的Vanity 而且是悬空式的 Basing的话我们就是在Bundings 买的那种比较椭圆形的 有一点点造型的洗手盆 配上LED镜子 虽然LED镜子使用率非常非常低 偶尔你心血来潮可以用一下 然后开了灯的话 其实会让整个洗手池和微雨 看上去会高级很多 那我们的洗手盆的话是980 然后上面的Basing是217 LED镜子是319 好了终于分享完我满意的地方了 然后呢我要来讲讲我们采雷的地方 第一个一定是我们的智能马桶 太贵了 好用是好用 非常方便 而且马桶做一定还是烫烫的 冬天做上去好舒服 可是真的价格有一点点惊人 我当时觉得说 唉算了 要不就给它买下去吧 到时候客人来可以称赞你一下 你的智能马桶 可能就是为了这个虚荣心 因为我们选的是日本的品牌透透嘛 当然如果你没有品牌米式的话 完全可以选中国其他牌子 或者是澳洲本地其他牌子的智能马桶 像Costco就会有那个专门卖的智能马桶盖 然后在马桶的颜值上呢 也非常好看和高级 目前我们最喜欢使用的就是它的加热座椅 其实清洗功能呢不是很常用 我说实话 简容我觉得还行 你每次使用完其实顺手就是用湿纸镜去插一下就好 然后你可能定期一到两个月把那个马桶盖拆下来刷一刷就OK了 但因为它是智能马桶嘛 它会不定时的突然自己开始清洗 所以有时候晚上半夜两三年的时候呢 我就会被它清洗的够很下心 我们买的是TOTO的智能马桶盖 配上普通的马桶 没有自动冲水功能 大家可以结合自身需求购买合适的智能马桶 或者是智能马桶盖 第二个吐槽的地方 就是我们装了Franvis的Shower Suite 一样非常好看非常modern 现代智能它不浮水 水会容易喷出去 而且我们已经是找了The Trace McGuire 重新帮我们安装了 它依然会喷水 它没有办法像这种推拉式的门一样 完全封闭把水锁在里面 你每次洗澡 只要花茶对着玻璃喷的话呢 那个水还是会从缝隙上喷到外面 所以你就会导致厕所外面会湿达达的 我一开始以为是因为我们是二手房的位于改造 所以会容易喷水到外面 但我后来发现去别人豪宅 然后他们也是用这种Franvis的Shower Screen 也是一样会喷水 它的缺点就是摆在那里 但是呢同样它也非常的美观 所以这个东西你就要自己去衡量 我的建议是因为一般家里面会有两个卫浴嘛 那给客人使用的卫浴呢 你可以用Franvis的Shower Screen 因为客人来了会看上去会高级 漂亮很多 而且他们使用率不高 清洁上去比较方便 那自己主卧的话其实不太会被别人看到 我觉得还是追求使用性高比较好 第三个不能说采雷吧 那我们的餐桌是在Freedom买的 然后等了四个多月它才到了 它就坐在我这个餐桌上面 你这么看是不是觉得颜色还挺好看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能两米八长的餐桌 它就是长到可以邀请我所有朋友来这边开会 开party的那种长度 主要是我们在Freedom买完之后呢 在别的碗上面看到有那种折叠式 Extension 只是Freedom打折900块买下来的 只是餐桌而已没有买椅子 不过呢 在我使用了一周之后呢 我逐渐爱上它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因为我发现长的餐桌有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在上面做很多事情 也不会影响 你可以同时吃饭同时工作 然后朋友在旁边聊天 它的空间感非常的强 而且因为我们家的空间其实是够的 只是我们在厨房挑高不是很高 所以放下床的餐桌 看得出会有一点点突兀 这种餐桌会比较适合像是豪宅的家里面 但我现在用完之后 我觉得它的功能性蛮强的 所以我不要打算用话 那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呢 去选一些比较好看的椅子搭配它 让它看起来没有这么奇怪 它真的是只有长这一点 我觉得有一点点夸张 其他方面使用感 还有它的质量 还有它桌面的这个 木头的触感都非常棒 它的造型我也很喜欢 不过就像我说的 我个人是觉得还ok 因为我很喜欢在一个很空旷 很干净的地方工作 这样效率会很高 我们在它到了地铁 我们就尝试了 一人坐一边吃烛光晚餐的感觉 好啦 这次视频就分享完 我满意和我觉得彩雷的地方 希望给到很多正在装修 或者是今天要买房的朋友 一些建议和心得 那我们会继续分享 我们的新家开箱的装修 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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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